欢迎回来苹果先房市 在广告之前我们看到三个有影城进驻的商场 非常受到大家的欢迎 但是其实最近还有一些outlet卖名牌开幕 也聚集相当多人潮 我们来看一下VCR的报导 搭高铁可以去哪里 到高铁桃园站呢 逛逛青浦新开幕的华泰名品城 高铁桃园站与机场捷运A18站相连 旁边还有近万平的公园 目前的房路的行线 我们大概会猜为两个阶段 一个阶段就是预送屋 大概会多在28万到32万这个区域 新城屋的话 价格行线的话 大概成为就是在23万到26万这个区域 办案来讲我们会推荐 都会以这个三个捷运上入住 而且会来看来问的 也都是以这个三个捷运上入住 我们台北科阿伯罗人 他们就觉得说 几日在做会很容易 以积国高铁特定去来讲的话 虽然现在这个生活经济上位到位 也没有说是很完善的 但是当这些一些商场啊 还有一些建设 慢慢的不断地在徒统之下 相信未来是可以期待的 专家认为未来发展可期 那民众会不会考虑在这边买屋呢 因为 因为怕上下班假日 科导会有影响 通常到奥尔跟美国一样 都是大家训练的 因为它需要搭让人口跟车 但是它会比较比较比较 因为新人一带来一台就很快 是不会 还是想比较在市中心一点 比较方便 我想考验是我中立时去的问题 所以 所以你搭载车的 就是你上去 会啊 就有高铁啊 其实你不在那里 都带在那里 也别忘了还有林口三井Outlet 随着各大Outlet的陆续开幕 新的一年 一起看区域房市的新亮点吧 陈佳琪 周志常采访报导 哇塞 我觉得林口真的是话题很多耶 超多的 又有三井Outlet要开幕 见识超多的 好期待喔 又可以去逛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三井Outlet的外观 我们可以看到三井Outlet的外观 其实它周边也都还在施工中啦 然后我们可以 再看一下它的小档案 它是在林口的文化二路 还有中校二路这边 预计也是近期就会开幕 那它是地上三楼地下一楼的规划 面积蛮大是四万两千五百平 就是一个Outlet的规划 可是它是由三井不动 和朱世卉设它有持股70% 那另外30%是台湾的远雄建设 好啦那我跟你讲 林口的东西呢 就是林口的建设的部分呢 其实我们刚刚已经聊非常多了嘛 那林口的建设就是也无庸置疑 那只带就是说日后机能成熟 应该会有更好的表现 那接下来呢 我们要谈的是这个桃园的华泰名品村 像呢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两个不就有提到说 我们趁着工作的这个时间 顺便考察了一下 我们就有逛了一下 那手上呢 也是有买了一些啦 就是一些外套啊 就是外套啦包包什么的 因为其实林口的 不是林口啦 就是桃园名品城的 华泰名品城的部分呢 其实呢它非常的大 然后品牌也非常的多 亭芳你不是有去过吗 对啊我那个时候 你去的时候是怎么去 我那个时候其实因为我家在新竹 所以我跟家人是从新竹 搭高铁到桃园这边 但其实新竹到高铁桃园站才十分钟喔 然后我们一出桃园站之后 过个马路立刻就开始逛 所以你是那天是搭高铁去 对搭高铁去 然后也不麻烦是不是 不麻烦啊 我觉得非常的方便就是比起你自己塞 开车去你可能会塞车 因为我们当天是元旦廉价去的 所以就是有避开塞车超 然后觉得喔 天啊搭高铁真的是逛街超方便 那我自己是开车去 我们开车到当地呢 周边呢目前呢 因为机能什么都还没有成型的感觉 所以其实呢我们开车去 找停车位也非常的方便 非常的好找啦 而且呢它里面品牌数量蛮多 逛街的人潮也很多 你去那边有去吃美食街吗 有啊超夸张 我们光是找位置可能就先找个20分钟 然后点餐再花20分钟 拿到餐再花20分钟 所以我们最后就是干脆直接 再过个马路回到高铁站那边吃麦当劳 所以结论就是如果要去逛那Outline的话 请大家先吃饱再去吧 对对对先吃饱再去 好啦那我们赶快来看看这个华太名品城这边的样子 这个是华太名品城的内部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哇塞 因为12月18号才开幕嘛 所以其实这里面呢中间一直都是非常多人潮的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张好不好 那华太名品城呢 它是号称自己是全台湾第一个美式的这个shopping mall 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位置是在这个桃圆市的中立区的部分 那是在去年底12月18号的时候开幕 那地上三楼地下一楼 但是商场的面积4000多平 可是我去逛的时候感觉不止 我觉得不是因为它就是它比较 它的规划是比较散开感觉 就是那种胖胖的商场 你逛才觉得哇好大哦不止4000多平 对那我们刚刚在影片里面呢 也有看到有观众朋友有讲到说 这个周边好像还没什么机能 那士凯这边没有什么机能 这样发展起来 房市发展被期待吗 其实整个高铁特区 桃圆高铁特区其实它发展还蛮多的 包括说我们刚刚提到的高铁 高铁现在已经全台湾11个站 桃圆站就在这边 那还有将来会落成的这个机场捷运线 在整个桃圆高铁的这个特区这一带 就有三个捷运站 A17 18 19 那还有更重要的一个交通建设 就是其实它离机场是非常的近 出国将来的方便 台湾的三个国际机场就桃圆这边 那除此之外的话 它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 它的这个outlet outlet是目前的一个商业机能的部分 这outlet总共要分4期 那目前是第一期完成 将来会有260个品牌进去 那美食也非常的多 所以我们以后可能要分两天来逛 可以带多去 可能需要2天 那卡片也要带多一点 要购买 那除了这个以外 它还有在一个A19站 还有一个贯德商场 将来也会出来 那还有在中心有的商业带 这将来都会有很多的店家商业的部分 那除此之外的话 这个地方 青浦这个地方 其实离南侃的台茂 以及中丽的大疆都很近 这两个已经现有的一个mall都非常的近 那而且桃园这边的话 还有两个Costco 那个Costco都很近 一个在 也是一个在南侃 一个在中丽 这次都是将来采买上都很方便的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 青浦还有一个特色 就是说这次的桃园的市长 也提到说 希望在我们青浦地区做一些建设 包括有这个 现在已经有的一个棒球场 那还有将来的这个 刚刚所提到的这个美术馆 然后还有一个世贸中心 那这个地方还有一个很大的重点 就是它有六个超过千坪的公园 六个超过千坪 包括青塘园 还有接下来要准备动工的这个书法公园 这都是很重要的一些建设 对 听起来还不错 很不错啊 定中也有帮我们带来这个 新建案的资讯 附近建案的行情 对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以这三个案子来讲 它都是在这个前站区块 那在前站区块的话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它的开架部分都有上到四字头 这个都是在高铁站的附近 高铁前站的部分 然后前站跟OLED中心之间 这个区段 这附近比较近 距离OLED中心比较近的区块 那其实整个华太民品城的落成 对整个青浦来讲 不只是A18站 包括A19站 以及A17站那边 都有同步整个区块 有拉抬的作用 因为我们知道说 其实自从九合一选举过后 青浦这边 因为这个可能执政团队上面有替换 大家可能会对这边的信心度 比较没那么高 所以市况下滑是蛮明显的 但是OLED进驻以后 对他们来讲 真的是信心上面一个很大的加持 因为看到这个价钱 我有点吓到 为什么周边还没有什么机能 可是却已经卖到四字吼了 因为我们可以 我们要再次强调 就是青浦这边 它是其实建设题材相当多 包括刚刚这个世凯 已经提到的这一些建设 那另外包括说像我们知道 在总统选举的时候 其实有 候选人有丢一些牛肉出来 那包括说蔡英文女士就有提到 可能这边之后要作为一个 产业上面的一个重镇的区块 所以其实它的国家建设 以及在地建设是相当多的 加上说其实它高铁桃园站 进到台北市20分钟左右以内就到了 所以使得它在价格上面 会有一定的支撑 不过我们要再次强调说 青浦这边其实 我们住宅那边掌握到的资料 其实价差蛮大的 像如果A17站航道附近 有受航道影响的话呢 可能价格可能就二字头 所以会有那个航道噪音上面的一些口粮 没错 然后那如果说像都记外区域 可能就到一字头了 所以其实价差是相当大 价差相当大 不过呢因为它远景的部分 还有一个航空城未来开发的远景 是可以期待的 所以使得它在高铁站区 A18站这一边来讲 以及Outlet的附近 它的价格支撑力道还算是蛮强的 所以各位观众朋友 如果想要选择这个青浦这一带 或者是说想跟Outlet附近做邻居的话 其实因为价格带很多 所以大家可以慢慢的survey 慢慢的找对不对 好那接下来的话 我们要请就是 因为毕竟还是要问一下 那就是如果说世凯你们以代销业者的角度来看 因为前一阵子在盘整 青浦这边房市真的是有比较冷一点 那因为就是现在华泰民平城开幕了之后 人潮真的是非常的多 我们看一下图卡 可以看到逛街人潮真的是还蛮多 那你们就是以建商跟代销业者的角度来看 对这一区的房市是不是真的有恢复了蛮多信心 我先自己分享一下 像我自己前一阵子周年庆 我太太去新一区光坐捷衍区就30分钟 那前两个礼拜我太太就刚好也去青浦的这个Outlet去 她光坐高铁过去也只要花19分钟就到了 那买的也很开心 那当然其实整个桃园青浦这一带的一个状况 目前来说的话其实大概是一些乘务的状况表现都还不错 那这个Outlet开幕的时候 其实带来的人潮大概有增加了三倍之多 增加三倍的 对买气呢 买气的部分成交的部分也大概可以增加一倍 就来到两倍 那还不错 都有很大的帮助 那很多客户呢 其实包括是桃园当地中立来的南海过来的 他们都希望坐进来这边 这样来进台北也方便 而且这边有一个Outlet 那另外的话 那在A17站这边的话 因为它离高速公路比较近 所以A17的表现其实跟A18也都不错 对 这边的只要离捷运站近一点的 都其实会有蛮不错的表现 可是我有点好奇 就是因为你知道Outlet这种东西 毕竟是属于卖民品的嘛 再怎么平三万块打五折也还要一万五 这应该不是民众天天都可以消费的嘛 那定中你觉得说这个Outlet的出现 是不是说对当地的方式 有变比较明朗化吗 还是说暂时其实还是有待商榷的呢 是 因为其实像刚刚世凯有提到 青浦Outlet的出现 花旦敏的出现 对当地的信心指数是有提高的 对 而且其实它开幕的时间也蛮不错的 在年底嘛 我们知道要快过年了 大家要除旧不新 对不对 那所以 对房市来讲 过年期间其实又是房市的淡季 这时候Outlet进来的时候 反而引进了很多财买的人潮 所以分母扩大的情况之下 所以那还有80家 等于就有80个这样子的族群客员 只能到那边 对只能到那边 那我们每个品牌 假设它就算只有1000人好了 每天如果来个两个品牌 就2000多人啦 那有80个品牌 人潮就会车轮战 所以当然业者 他一定也是有思考到这个区块 那加上我们有提到说 华泰民品城 它是有分好几期的开发 那目前是第一期 未来还有二期三期 还有商办大楼跟饭店 所以它其实整体的规模 慢慢的完整的开发出来以后 它的机能性 单一光Outlet的部分 以及华泰民品质的部分 就相当扎实了 所以其实现阶段而言 可能还 您可能还觉得 青朴是一片绿坡海茫茫 草长比人高 但是未来随着时间 真的很会形容 但是未来随着时间 慢慢的发展 加上Outlet的整体的开发 越来越完整 当然它一定是可以期待的 对只是说现阶段而言 可能大环境的关系 所以让民众会觉得说 可能信心指数没那么高 但是未来当然 还有一个可以期待的空间 就是先去逛嘛 逛久可能就会买房 对 而且当你看到那边 店家越来越多的时候 然后发现说 这边的加上刚刚提到 帮你慢慢增强你的信息 对 而且很多的绿带 而且还有两条 老阶析 新阶析 河景 又比台北便宜很多 可能你会不免心动一下 那其实像林口 新庄 桃园 这几个都是重化区嘛 虽然说就是陆续有新商场开幕 一定会相对带动当地的房市 可是我们其实观察到 除了像林口它发展比较久 桃园 新庄 这些都是 还没有那么成型的重化区 不知道两位专家觉得 就是 就是新庄跟桃园还要花多久时间啊 丁仲 你觉得呢 如果就我们驻展来讲 我们驻展的看法是认为说 新庄这部分 头签重化区跟副都心重化区 因为它离人口密集区比较近 加上双北就是基础 就是700万的人口 那基本上它人口密度非常高 所以双北的部分的重化区 当然发展的步调 可能会比桃园快一些些 所以大概 包括像副都心跟头签 现在已经有像便利商店 最指标的 基准的东西进驻了 机能最前段 就是便利商店 那便利商店 大家便利商店业者 评估设点 一定是有看到一些端倪嘛 所以可能在新庄的部分 发展的速度快一点 可能三五年左右 就会慢慢的 有一些规模的商圈成型了 那如果说 今天是到青浦地区的话 因为我们知道 青浦地区的建案 现在慢慢陆续在落成 可能还要在一到两年 对 然后加上民众慢慢的移入 所以可能五到十年 时间要拉长一点 才比较能够看得出 它具体整个社区的成型 那像其实这三个区域 都有捷运机场线通行过嘛 那像新庄那边的捷运新北站 它好像可以挂行李 还蛮方便的 诗凯你觉得就是 它这个力度啊 会不会就是带动 当地购物诱营 可以挂行李 因为挂行李主要就是 A1站跟A3站嘛 那这两个部分 那当然如果对于出国来讲 是很方便 那更重要的是 它其实是一个直达站 它是个快车 它可以跳过去 A1直接到A3 是可以比较快的 对它是一个大站 所以这都是对于 整个地点的一个加分 是很有帮助的 而且除了它是直达站以外 它未来还有环状线捷运 它是双捷运的机能 我们要强调双捷运的机能嘛 所以它双捷运 基本上你到板桥也非常方便啊 然后再加上说你才直达站到台北市一站 其实比我们像假设的你住 可能住在那个散岛寺 或者住在什么 搭个一站 也是才一站距离嘛 对 那同样一站进台北市 价房价 这边就折半了 所以当然它的诱因上面 就会比较大一点 还是比较 还是我觉得这个方便性上面 真的有增强 就是有增加大家的购物意愿 那今天谢谢两位专家 帮我们带来这么多的资料 然后跟我们分享这么多 在地的 那个 这几个夯的商场的 这个在地的方式 那各位观众朋友呢 如果对于说 逛商场有兴趣 你假日不知道带家人 去哪里玩的话 去这些商场走走看看 其实也还不错 好啦 但是前提就是 你要准备够多的卡来刷啦 多入几集节目 要赚一点钱 好 谢谢两位专家 谢谢你们 谢谢